都说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这老乡得怎么看呢 最起码得看一看这老乡的卫生环境怎么样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关心一下这农村环境卫生的整治情况 根据麒麟省农村人均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提出的 改善农村卫生环境 推进生活垃圾治理 我省双寮市农村生活垃圾以及卫生环境的整治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村里街道整洁 户户门前的都有分类垃圾桶 曾经的农村生活垃圾堆放点都已经清理干净了 14号 记者跟随省住建厅及各地方住建部门来到双寮市垃圾中转站 卧虎镇垃圾临时集中收集存放点 双山镇垃圾临时集中存放点 纳木乡陈府垃圾治理现场 实地查看双寮市垃圾存放转运工作流程和垃圾整治前后对比情况 据了解 双寮市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共存在七处 为整治农村生活垃圾 各乡镇将7.2万吨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 记者在双寮市协力村看到 家家户户门前都设有分类垃圾桶 门前勾取集结到干净整洁 整个对农村生活垃圾 互分类 村收集 乡转运 市处理的这种工作模式 这个叫村施施 乡管理 市考核的这种工作模式 就严格督查 考核我们各个城级的这个工作主体责任 据了解 双寮市针对陈府垃圾进行清理 共转运农村陈府垃圾11.8万吨 并设立纳木乡陈府垃圾治理厂 治理厂分为ABC三区 其中AB两区已经进行封场处理 共无害化填埋陈府垃圾115万吨 C区作为应急暂存值使用 据了解 双寮市陈府垃圾在2018年10月已经全部整治完毕 未出现在次复对现象 守望都市 刘阔云龙报道 并容易寄的